HELLO 大家好,又是小新先生 這次跟大家開箱有一個Ultra Repica 就是一個超人 Power DX 變身器 其實還算不算是 DX 呢? 話說 DX 應該是 1993 年當時的一個產品 其實現在叫做 30 周年的紀念 這次終於推出了一個新版本的運限變身器 好,哇,看到盒子就很棒 超人 Power 終於又有新的產品出現 話說這個海外的超人G也好 超人 Power 也好 其實近這十多二十年 他們的產品都比較少 就好像有點懶惰了他們 話說可能是海外的關係 這次看到盒子就是一個黑色的底色 也有超人 Power 本身的靚靚仔仔的樣子 好了,這個盒子的後面其實沒什麼特別 也有中文字也有日文字 這個盒子的下面就告訴你 LR44 3 顆電池已經提供給我們了 好了,現在事不宜遲了 立刻開出來跟大家玩一下 好了,鏡頭一轉已經開箱了 看到眼前面好像有兩個變身器 先看清楚一點 首先就是一個變身器的正面 後面就有一個絕緣的膠紙 首先要拔掉膠帶 好,另外其實後面一個就是一個背蓋 讓你蓋上去 安裝的時候要跟它後面這個 側面的兩度 一個就是有一點弧位的 一個就是方一點的,把它合起來 另外就是想說一下 它總共的變身器有兩個按鈕 分別就是一個A按鈕 紅色的這個位置 另外B按鈕 其實就是背面的那顆綠色 那顆類似的寶石的狀態 這個也是一個按鈕 好,首先我們拔掉絕緣膠帶 然後把它蓋住 另外就是一個叫做台座 一個透明的 如果我們不玩的時候 就把它放在這裡 非常好看 好,首先就是怎樣好玩法 我們先看看 那說明書那裡 其實就是一個電子的說明書 那盒裡面就是沒有的 那就是在那個盒的後面的 QR Code那裡 自己去下載一個數碼版 電子版的說明書 好了 那這個說明書 我稍後都會放在那個螢幕那裡 給大家看看 好了 開了它之後 其實就應該叫做 好了,我們首先按一下A按鈕 先按一下 輕按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怪獸的叫聲 那總共說明書都告訴我們 它還有17隻怪獸的聲音給我們 那就是長按A按鈕 就可以替換這個怪獸 好,那首先再聽一次 剛剛第一隻怪獸的聲音 好,接著第二隻 好,接著第二隻 其實我就不要記得那些怪獸 哪隻打哪隻 其實我應該反過來 剛剛給你看的那個是背面 這個就是正面 好,我們先看看正面 每次按的時候 怪獸的叫聲 旁邊兩個藍色的位置 都是一個燈光的效果 好,我們先看看正面 卡拉仔下面那邊 是一個特色的 我們先看正面 可以看看正面 我們現在要給大家看 是一個特色的 是個特色的 有個特色的 這個特色的特色 有個特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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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之前的狀態 如果要變身的時候 要按什麼按鈕呢 剛才說過 B按鈕其實就是後面的一顆 按下去而已 按下去的時候 前面也會有綠色燈發光 我們試試按一下 現在是不是有一個變身的聲音 好棒啊 這個超人power已經變了新出來給我們 好 然後按了一下就是變 短按 就是變身 之後就好像有五種超人power的叫聲 這個超人power的叫B按鈕 這個超人power的叫B按鈕 不是那個胸口 那個綠色的燈會亮 之外 旁邊藍色也會有LED的燈光效果 好 正常來說應該都按了 如果長按會有什麼聲音呢 好像就是超必殺技 然後就放這個死光模式 好 另外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些攻擊的聲音 可能是出拳 出掌 超人power出名 是慢的嘛 那些動作是 好 最後一個了 好 也是一個 忘記了是什麼 的一個特效的光線的聲音 好 以上就是超人power的變身器 另外還有一個模式就是按AB按鈕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模式 實際上我也不太記得了 要看說明書 電子說明書才會告訴大家 儘管試試按一下 可能都是剛才那些重複了 正常來說它是有些東西的 可能要給說明書大家看清楚一點 以上 其實這個變身器 價錢來講大概600多元左右 你說貴不貴 每一個系列的涵超變身器 其實都一點都不便宜 但它有了聲光效果之後 其實很感動 可以買回一個1比1的變身器 畢竟90年代 之前93年94年左右 這個DX版本的變身器真的買不到 到今時今日 這個炒價應該是非常之誇張 以及厲害的 不是那麼容易買的 我知道 還有就是很少貨 還有今次這個叫做變身器的版本 它就是將原本DX的比例再修正 以前DX那個好像反而太大 今次修正了 加到一些聲光的燈效 作為一個超人迷 尤其是這個超人POWER的藍眼超人 商品比較少 今次適逢30周年紀念 再出一個變身器 所以想都不想 當時立刻訂 明知它貴 好了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這個超人POWER的變身器 我們下集又再見面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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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